近日,张思敏来到了苏州,除了在当地享用美食之外,他还游览了不少名胜古迹,其中在山藤街停留许久,为了融入当下的氛围。 张思敏决定租借一套汉服,与老板聊天的过程中,张思敏得知自己所处的这条街是有名的妓院街,他听闻后看起来有些诧异,不过转念便表示自己也想在妓院街做一回妓女。 此言论一出也是引起了不少争议,虽然是句玩笑话,但是不少人都认为张思敏应该顾及自己公众人物的形象,对于网民的热议,张思敏显然没有放在心上,而是一如既往地做自己,其实小编认为大家无需太过当真,始终张思敏的性格比较直。 向来我行我素的他说出这句玩笑话的时候想来也没有思考太多,有追看过《一武清城》这部剧的观众,很自然地就联想到张思敏在戏里饰演的鱼蛋妈。 少数人更是